今天,小猪佩奇的滑行汉堡店开张啦 来看一下都有哪一些客人呢 第一位客人是小猪乔治 乔治刚踢完足球,肚子好饿啊 来看一下小猪佩奇的汉堡店,都有哪一些套餐呢 乔治看了看 他选择了西套餐 佩奇说好的,您等等,很快就会做好的 乔治选择的套餐,还有一份薯条 来做一份薯条给乔治 接下来,要把汉堡送到乔治那里 首先来选一块制作汉堡的面包 然后再选一块汉堡牛肉 还有乔治最喜欢吃的蔬菜 最后是这一块花莉薯的面包 赶紧拿去给乔治 我们把汉堡放到滑行轨道上 哇,汉堡送到了 诶,还有一个惊喜玩具 是一辆小黄人的合金车 看起来好萌,好可爱啊 乔治已经忍不住,想要吃汉堡了 他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乔治一口就把汉堡吃掉了 他的胃口好大呀 这里还有薯条呢 薯条也非常的美味 脆脆的 吃完汉堡套上的乔治 悠悠去玩了 他带着他的小黄人合金车 开开心心地回家了 接下来会是哪一位客人 来到小猪佩奇的汉堡店呢 哦,是猪爸爸 猪爸爸刚下班 肚子也好饿啊 有这么多的套餐 猪爸爸看了一下 他选择了非常大份的特别套餐 让我们来为猪爸爸准备一份特别套餐 猪爸爸选择的套餐里面 有芝士 还有火腿 还有他最喜欢吃的蔬菜 还有非常营养的西红柿 最后是米奇的面包 这样子特别套餐就做好了 赶紧拿去给猪爸爸 让我们来做一杯可乐 要把汉堡送到猪爸爸那里了 哇,好大份的汉堡啊 看起来好美味啊 诶,还有一个惊喜玩具 是哆啦A梦的合金车 看起来好可爱啊 猪爸爸说 谢谢你,佩奇 汉堡看起来好好吃啊 我要开动了 猪爸爸一口就把汉堡吃掉了 他的胃口好大呀 正好口有点渴 佩奇做的汉堡太好吃了 谢谢你,佩奇 猪爸爸带着他的玩具 开开心心的回家啦 那你们觉得 小猪佩奇的华喜好宝殿怎么样呢 欢迎给我留言 更多更好玩的玩具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